大家好,我是桑普,很高兴来到桑普频道,也是很高兴来到我的Patreon 那我也希望透过这个频道能够跟大家去分析一些关于中国跟国际 台湾或香港的一些政治跟国际的情势 今天我们讲李克强跟习近平之间最新的一些状况 因为大家好像都是在演戏一样 习近平在8月18号到20号是视察安徽省 那他在洪水已退的情况下参观很多安徽省的企业 安徽省的农民,安徽省的一些农业企业等等 也在岸边插起双手,穿着白色的衬衫,黑色的长裤 肥棒的肚子突出来 那在那边好像只会落定谈笑风生的样子 这个情况是西装逼挺啊 完全是完全没有受灾的感觉 那同时在818到820期间 有许多的一些丑闻爆出来 很多的文宣做得很烂 烂的意思是说根本是不堪入目的 你看到那个严靖事件,就是一个自然大队的一个副队长 他是装扮起一个普通的平民来跟习近平见面 习近平就探访他,他就很高兴的样子啊 另外是一个光影事件 一个照片,太阳光打下去 每个光影的那个邪度跟东西都不一样的 可见整个文宣都已经破落到很厉害 李克强呢,事实上他做了什么呢? 就是是不是很伟大呢? 当然不会伟大 当然做的东西是一场更好的戏 就是不会演烂戏 而是演一场好戏 他在那个福江上游的同南区双坝村里面 跟居民交谈 那跟居民交谈的内容很多 那他说 你们就是组成的国家 跟着四川的人跟你们说你们是组成的国家 那会不会补一句啊 我们是人民组成的国家 是不是啊 你们市场企业 或者企业 中国大陆喜欢读企业 企业 个体工商户活起来 生存下去再发展起来 国家才能好 会讲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在我们一般人听起来 简单的要命 这不是废话吗 但在中国来讲 这个是跟什么来冲着干的 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这个经济 来冲对着干 也是基本上跟习近平三令五声的 就是完全以公有制 就是国有企业 或者国有控股企业为本质的一个制度 来去当做一个标杆 那突然之间跟大家讲说 市场企业个体工商户 你当然可以说 这个是非公有主体的有效补充 你当然可以讲这些废话 但是问题是 你独讲这个东西 意思是说 今天就靠非公有经济 靠私有经济了 他有讲一句话 就更耐人寻味 这玉米芯子 玉米芯 里面都烂掉了 玉米都没法收了 这句话 他走过去 基本上是 下面的水 他这一次呢 不像上次去贵州一样穿皮鞋 他穿了一双 一双雨靴 那黑色雨靴的那个下半部 基本上都沾满泥泥 他就涉水走过去 走过去以后呢 就基本上用手很笨拙的 扣那个什么玉米的芯 他就讲了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他就讲完之后也 也好像试着重心一样 要别人的参扶 但是很奇怪 这番话 是不是暗奉党中央 这个党核心 都烂掉了 那整个党 都没法再收了这样 那我有这样的感慨 可能李中堂 不是李红杖 是这个李中堂 李柯强 要去演绎一下 那另外一个是说 只要人缘不伤亡 那就留得青山了 他讲这样一句话的话 是对一个死了这么 这伤害了这么多人 整个那个村子都被淹了 财务都没有了 那死剩下他们 就是基本上 人还没有死掉 那他对这个旁边那个演员说 那个当然是村的演员嘛 他说只要人缘不伤亡 那就留得青山了 是不是我李中堂 只要不被杀 不被关 那就留得青山了 这样的东西 非常的有暗奉的意味 你可以说我文字语 上普你搞文字语哦 但是你想想看 为什么播报这些文具出来 都是可以考究的啊 那你可以看得到这个东西 是不是表示出他的一种纳闷 肯定会有 但他的纳闷 会不会等于说 化成了他要把习近平扳倒的动力 我看不 你没有枪杆子 笔杆子 也没有任何的人来辅助你 你怎么扳倒 所以这个地方 他只能当一个小小的李中堂 永远忠于习主席啊 那人寻味的另外的部分是李克强的行踪啊 那他就是观察那个那个整个水灾啦 那涉水查看农作物啦 为我们灾民啦 承诺政府一定会帮助渡过难关的 甚至我听那些视频说 嗯 就是 你有什么问题提出来 你提出来 基本上我们政府都会帮你们渡过难关的 那这样的话就根本是一种空投支票嘛 什么政府一定会帮助渡过难关 这种话能讲出来吗 那我现在穷你是不是给我钱 对不对 我现在没工作是不是给我工作 那我现在比如小孩子缺乏照顾 是不是给我照顾 我人死了 你是不是死他复生 怎么渡过难关呢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 承诺一定会帮助渡过难关 这种拍胸脯的一个游戏而已 那他当然是涉水走泥泥去穿借过像 穿着雨靴安抚灾民到庄家庭里面 继续表现出一副好像实事求是 那个情况的情况 也没有现在没有被发现造假的情况 所以你看到习演烂戏 李演好戏 这个情况 网民当然是非常看得清楚的 但首先要关注的是媒体方面的状况 央媒非常低调 网媒热化 央媒怎么低调 你看到除了国务院属下的这个中国政府新闻网之外 基本上所有的那些其他的那些 央视啦 新华社啦 或者说那个 那个人民预报 不做报道 820当天不做报道 821也不做报道 822也不做报道 到823 央视才在新闻联播的中间位置 把一段央视重庆台拿到的地方的片源 放到他中间的位置 央视当然是新闻联播一段时间嘛 那头三则新闻呢 总共占据七分钟 都是习近平的那些屁话 简单是818到820 他要安徽讲的那些屁话啦 比方说怎么 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各位 现在有武汉肺炎 现在有鼠疫 现在有美中的大新冷战 脱钩的危机 而且还有什么 那个烙灾就是说水灾 这种这么多的一个情况 一起加起来 你今天很多不讲 你讲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各位 洪峰已经开始从四川走到重庆 一直沿着这个长江而下 之后冲击三峡大巴 之后冲到下游 就是你讲那个长三角嘛 你不讲这个最重要的是 你讲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就是安徽那个江苏浙江上海 四个地方的发展 各位有意义吗 你跟他们讲这个东西 什么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 各区 你讲这么绕口的东西 有任何意义吗 就是说你准备脱钩脱轨 中国经济也可以内循环的 就好像你自己有肾病 血液有问题 你拿一部血液洗肾机 基本上你血液就绷进去 之后也绷回来 完全没有换新的血 因为洗肾机 没有滤网 没有过滤 也没有什么东西 就是血滚来滚去内循环而已 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你没有外面的一些东西加入 没有外面的贸易来加入 你今天的中国 能算什么东西呢 所以这种情况 这个内循环 注定要成为可能 我们今年10月召开中共 19届五中全会的一个写进 它的公报的一个东西 也肯定会被纳入 2021年到2025年 那个第14个五年计划 的规划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 那由刘鹤这个国务院副总理呢 来领衔推动 这是比较肯定 但可以肯定 这个已经是非常落伍的 你看李克强呢 他就不讲这些 他讲的是什么 就是六保六稳 他说 没问题 中国六保六稳工作有积极成效 今年中国经济可以实现正增长 那英国的金融时报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你不可能是什么正增长 就算有你所谓的正增长 这个完全是荒谬 就算有正增长 都是富有的人家 获得更好的利益 而低收入户基本上更糟糕 这个是可以想见 也不需要读很多的书 只要对人情事故有基本的了解 都基本上可以理解 而且更重要的是彭博社引述一个专家说 四万一千一人民币的公司在维基地扩大 债务违约会在今年年底创出新高 可见非常危险 那对于那些在中国的美国企业 各位你不是要对等反制吗 那现在美国不是制裁那个抖音啊 字节跳动 还有那个WeChat 虽然你那个WeChat 那个改成是什么东西 改成 哦 WeCom 来试图躲背什么制裁 没用的 你这个东西更名 有何意义呢 因为美国的禁令是制裁 腾讯 所以腾讯 WeChat 或者WeCom TikTok 跟ByteDance 全都被列入制裁之列 我问你到现在 今年8月24号了 中国有制出寄出对等反制的措施吗 一点都没有 对等 如风飞逝 完全没有对等可验 那请问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政府呢 那你对于制裁在华美国企业 竟然有这么大的保留 这么叛国 这么想颠覆国家政权 那我就很奇怪 你为什么不制裁那些美国企业呢 很简单嘛 你需要拿他们的创新成果嘛 简单来讲 知识产权也要继续在你目中可以目测的范围内嘛 而且财富也是非常重要 交税的 而且税以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利益的 所以你看到中国对于在华美国企业 是难打仗 不打仗 打败仗 在这种情况 我们非常的反感 你看到这种李中堂 李中堂 我常用李鸿章来比喻那个李克强 因为有人说他是表胡是将 就是说这个李鸿章呢 当时只是说在摇摇欲坠的一个满清王朝的情况下 表一张胡 表胡一张皮 来装扮一下而已 但是就无聊天 那今天你看到李鸿章如此 李克强也是如此 但是李克强是不是想想救这个党呢 想为这个国家呢 这个当然我是有保留的 如果你真的为这个国家 我可以跟你讲 你根本不会在这个地方流手汗搞了这么久 你很多事情 从河南当时的那些艾滋病患 到辽宁的贪腐 难道你李克强没有关系吗 当时要劳教多少人被把你关进劳教 你不要以为自己像一个学者型的 大学生毕业的 就突然高了一截 其实也没有 你就是一个李中堂而已 习近平呢更糟 习近平只是一个呢 小学程度的小学鸡而已 这个小学鸡 基本上 就是说 我就要跟你溜到底 就是狭路相逢 勇者胜 现在不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你的 是一个肥胖的身躯 身上肥脂肪都跑不动 但是呢 你看看 川普 讲话声如红钟 而且他的军队 太空军 空军 海军陆战队 还有这么多的航空武器 完全 可以战胜了一个中国 你敢打台湾吗 各位 中国一定不敢打台湾 美国保护台湾的情况 保护自己利益的情况 我非常在意 所以你看到 李鸿章不是一个表胡将 他是一个被锅将 他是一个准备要被锅的人 这个是四川独立学者董先生所说的 其实这一次考察 你会发觉说 广东商人王爱中 有犯这样的说话 他说 其实当时820到823期间 所有的党媒都晋升的 除了国务院下面的中国政府 新闻网跟有些地方媒体转转载 但民间的自媒体才是真正播报视频 你会看到民间自媒体发出去 李克强有考察重庆灾情的画面 那确实是流传非常广的 但是在官方的媒体上却没有看得到 确实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确实有很多猜测是非常合理的 包括互相压制对方 获取民众自治 就是洗礼斗了的意思 其实说 洗礼有没有这一种叫做 叫做有这样的一个 权力方面的一个斗争 或者面子方面的斗争 当然有 但是问题是 你这个斗争 能够形成一种真正的力量 外显出来 真的来 真的来打架吗 我看不会 很简单 现在整体的风向就是说 习近平你最棒 你最厉害 你不要死 你待在那个地方 只才能报嘛 对不对 你只要报的好 报的烂 报的呱呱叫 就是要习近平继续留在原位 所以我们一定 不会在这个时候呢 要求习近平下台的 我们要求习近平 go ahead 继续对香港如此 对世界如此 加把劲 加倍 加倍 再加倍 这个地方 才是我们真的支持那个 这个 支报的力量 跟那个 维持中国的力量 基本上是辩证中和体 很喜欢辩证法 辩证中和体 那讲完之后 会讲什么 反正我告诉你 支就是要报 就是要靠习近平 没有习近平 怎么报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支持他 撑下去啊 不要倒啊 这样的话 全部都才能难炒 你倒了 换了一个李中堂上来 哎 又问题又大了 我又怕 那个很多外国又被他骗 对不对 所以千万不要 你继续跑下去 李中堂 休息一会吧 就是这么简单 在这一种大前提下 大家看到 有这样的声音出来 很正常的 北京有个文史学者 叫做宋文祥 非祥的祥 他就说 这一种 对李克强的 在官媒上面 播的那么少 的一种说法 非常罕见 而且他觉得 习近平跟李克强的风格 完全迥然不同 他觉得李克强 基本上属于 上过大学 有过基层经历的 跟习近平的背景 非常的不一样 那所以他觉得说 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这一种说法 都是用一种 迂回的方式 其实也是某程度上 蛮直接的了 靠近内进 直接的方式 来说明 他们自己对于 习近平跟李克强的看法 所以看到 现在这一个局面 我们看到 中国人 有些是看得懂 但我觉得说 甚至有些人说 微博上 有一些那个 网民 写了 五个大字 看新闻联播 就在823当天 他就写了在 那个 央视的那个 微信 或者微博留言 就是说 看新闻联播 看新闻联播 变成是大家都是非常 在意的一个 节目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新闻联播的第四 的段落 第四节 第四个 缓解 就是 三分钟的李克强 至少七分钟的习近平 所以你看得到 李克强终于出来了 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我跟你讲 这一种说法完全是不找编辑的 但李克强 是不是做了很多事情 其实他跟习近平一模一样吗 都是演戏而已啊 没有分别 如果你认为说 那个棚李贬习 杨李贬习 这个完全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有很多人在带风向 就觉得说 习近平坏 李克强没那么坏 所以我们要支持没那么坏的 去打倒那个最坏的 各位 妄想够了吧 这些人是你可以支持 来打倒的吗 你的舆论 可以支持某军 来打倒某一军的吗 你以为你是 里面的大内总管 有枪的 可以政变吗 不要在那里吃心妄想 你连票都没得投啊 OK 举都没得选啊 而且更重要 你跟这些东西是 只是看戏而已 但看戏 有看戏的一个基本的情操 就是说 你分析里面的事情 可以把客观的事情 跟大家报告 不要做额外的延伸 如果你额外延伸说 如果是支持某军 打倒某军的话 我觉得有点是言不及议 而且是超出你的能力范围 跟我的能力范围 而且我也不会这样想 大家也不会这样想 唯一的事情是说 那个 要不要你来带袭 会不会有好结果 各位 怎么会有好结果呢 中国共产党 没有真的垮台 这个华夏土地是不会好的 垮台也不等于 必定是好的充分条件 更重要的是 你的文化的根出了大问题 这么多的中国人 有接近1亿的中国人 又入了党 叫了他家属3亿 全中国14亿人 3亿已经是入了党的人 跟他的家属 如果还有其他一些 没有入党 但想入党排队入党 入党唯恐不及的 甚至有些人是参军 现在中国要去募兵 征兵吗 不会 有募兵有征兵 征兵也不是征足的 因为征你呢 基本上可以养你的 很多人抢 抢着要当兵的 大家都想当解放军 大家都想当中共党员 那个从小就是一个 红领巾 那基本上希望少先队 慢慢慢慢上去 扶摇直上 为什么 钱呢 权呢 安定啊 婚姻呢 车子啊 房子啊 孩子啊 妻子 什么都有 五子登科全都来 可以告诉你 中国人就希望 吃 喝 拉 杀 睡 长寿 挂掉 简单来讲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他们的人生 跟一头猪的梦想 其实没什么分别的 吃 喝 拉 杀 睡 长寿 就挂掉 就这样子 那如果说人生就是如此的话 大家也不用听我节目了 继续吃饭比较好 继续买东西会比较好 不用听我节目 再浪费各家时间 更重要的是什么 你会看到 在这一种氛围底下 那如果 习近平 在这个情况下 继续当上去的话 或许会更好 因为促进这个体制 更快会倒台 他呢 这个 可以可以说了 就是说在 苏共倒台之前 不离 列日夫 在戈巴奇夫之前 基本上 就这样的 一个蛮横的状态 可能美国的盘算 是希望把这个状态 能够拉倒 让一个温和派 比方说李中唐 汪洋 可以上场 来当一个 戈巴奇夫 然后 当中国的管制一松 就垮了 这个地方 你看到 很多的那些历史情况 的确如此 这个也是中国共产党 现在最提防 因为他了解 苏共倒台的命运 就在于说 他认为 戈巴奇夫的那种 开放的政策 透明政策 导致了整个东西的倒台 再加上 天灾人祸 不断来 当时有那个 切诺贝尔 那个核电厂的事件 的发生 所以看得到 整个事情 他们就不希望 不希望这个事情 所以紧抓着权力 不能有任何的 开明派 自由派 只能有 越左越好 越独裁 越好的习近平 但我觉得说 在这个大局下 可能 欲先取之 欲先语之 那先要把它 给到 哇 这个厉害 这个棒棒 你真厉害 真的 你说一 我说到五给你听 这种情况 才能够给他 倒得更快 这个是我初步的 一个估算 所以刚刚讲的 这个李鸿章呢 我觉得那个李克强 当不起了 他懂的是什么 李鸿章还是会想说 建造那个北洋舰队 对不对 那还有海防论 对不对 还有那个 那个马关条约 下关条约的谈判 中了一枪 还在那边讨价还价 对不对 还有那个 薪酬合业 合约四亿五千万两 的白银 要赔给人家 他要牵制忍辱负重 对不对 我问你了 现在这个李克强 干了什么事 什么都没干 就那边演戏 什么权都没有 枪杆子没有 鼻杆子没有 什么人脉都没有 军队也没有 在那边演戏 怪不得 这么的担保 王沪林 是那个 习近平的那个 信夫爱将 掌管文宣 中宣部 基本上 就是曾经下令给中央各部位 各个党 所有机关 基本上是 凡是 关于李克强的新闻 都 视察的新闻 或者各方面的新闻 都不能上头条 报纸不能上 电视不能上 所有媒体不能上 为什么 因为只有一个人 才能够上头条 那个就是习近平 所以你看得到 李克强 你连枪杆子都掌握不住 刚刚跟你讲央视 新华社人民日报 是讲什么 这些最重要的党媒啊 都不在你的控制底下 你没法控制舆论呢 这个第一点 军队呢 李宗棠 当然跟军权无缘嘛 军权在谁手上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嘛 还有什么 从四大 那个五大 那个军区改建 为什么七大战区 很多的东西都是在 新习近平的掌控底下 请问李宗棠 你有什么权利呢 枪也没有 笔杆子也没有 根本是没有办法做政变 你如果说是洗礼斗 你起码双方 有基本上类似的基础 才能斗嘛 那你根本都连这个基础 都不具备何来斗的一说呢 所以我看到 此次李克强 有一点是 演戏还是要照演 演得出来 shake the world 然后让世界感觉一下 让那个中国国内感觉一下 收收锋 谋定而后动 看下一步 才是他的想法 并不是说 现在要在 刚刚我说的五中权威 或十四五级规划 要跟习近平斗过西巴烂 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完全是一个呢 谋定而后动的一个策略 习近平也看得到啊 我去安徽三天 你去那边一天 网民喜欢你 不喜欢我 央媒播我不抱你 但是网民却喜欢你 不喜欢我 这是反映了什么 反映了说 嫉妒 仇恨 不爽 这个就是习近平对 李中堂 李克强的一个看法 但也可以看得到是 李克强干了什么 视察重庆 京东 那个 京东方公司 视察的时候 看到那些柔性 显示面板 就盛战 易径面板 好 好好生产 好好有创意 这种废话 谁都会讲 好不好 那他就讲说 西部有大回旋 余地的优势 可以主动承接 东部的产业的转移 东部的产业要转移到西部 东部打仗吗 那为什么要转移到西部 因为西部的人工比较便宜 香港高官或者香港的商家被骗了 骗了被坑了 大家很清楚 现在 什么主动承接东部的产业又是什么 什么东西啊 那他也说要敢于参与国际竞争 西部 你 你扎牛奶吗 你参与国际竞争吗 你西部有什么东西能参与国家竞争呢 这个是完全是匪夷所思的一点 好 那我们看得到 除此以外 你也看得到他参观了互联网服务交流平台 跟两江新区的工作人员 说要落实今年政府减税的措施 进一步降低门槛啊 计划那个产业的活力等等 这个东西 你已经讲了很久了 好不好 但没有用啊 因为你减税都没用 那个是水灾啊 人死掉啊 各位 大水之后必有什么 瘟疫嘛 不是大水之年 就是丰收之年 大水之后必有瘟疫 那个瘟疫 武汉肺炎加起来病毒 一定是蔓延很厉害 现在中国政府公布的所有数字 都不足彩性 那还有 他要购买三代麻花 我觉得说不知道他是喜欢什么了 装一个逼啊 就是说哎 我要在那个地方 重庆 那古镇瓷器口 在旁边有个卖麻花的一个店 就当场买了三代麻花来吃 这个东西 就大家觉得哎呀好亲民哦 这样 这种烂剧就是刚刚 庆丰大帝 当时去看庆丰包子馆 基本上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然后呢他有更奇怪 他说政府 这个李中堂说 李克强说 政府会给民众送上另外一种水 又天灾的水 是天灾嘛 跟国家没关 是天灾 你不要怪什么环保 再炒把你抓起来 是天灾 但是天灾以外 政府再给民众一种水 就是放水养鱼的水 那就是能够有那个 恢复经济的元气的作用 放水养鱼的水 给钱呢李中堂 放水养鱼的水 你放了什么水养什么鱼啊 我是鱼吗 我是渔民的鱼吗 还是怎么样 放水你给钱吗 没有吧 对不对 你没有赠债啊 好 你放水是说 创造一个就业机会 或者减税 降低那个投资门槛 没有用啊 因为全部的产业都被破坏掉 庄稼都被破坏掉 产业都被破坏掉 你减税都没用 因为我零收入 我零收入何来税 我现在不是降低那个 那个加入的门槛等等 激发活力 是说 你今天法律可以这样说 但你要冲击到党国 全贵集团的利益的时候 他谁会让给你啊 谁会让给民营企业来做 这个不可思议 所以中堂 戏 演演就好 话说说就够 根本不用这么的认真 认真是什么 听听川普 在822 美国总统川普 822在接受 那个Fox News 访问的一句话 美国不是一定要和中国做生意的 如果中国对美国不好 美国当然可以跟中国脱钩 debundle ok? debundling 那这个地方就是 讲得很清楚了 以前你听民主群 财长 讲过一次遍 你觉得说 这个是一种可能性 现在就把这个可能性越化越大 我再讲一遍 美国不是一定要和中国做生意 如果中国对美国不好 美国当然可以跟中国脱钩 这个是川普822在Fox News讲 那你无论是什么样也好 你是习近平也好 李克强也好 王沪宁也好 汪洋也好 你们领导的这个中国共产党 还有这个中国政权 基本上能够对这个东西 有什么样的对峙呢? 刚刚讲到 你根本连对等的反思都做不到 你也是通过一个 《经济日报》在823 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 讲鼓励脱钩者 注定会成为历史罪人 中国有足够的底切 应对一些美国小政客的脱钩小动作 跟打压举措 这个让我想起呢 当年在那个中日那个甲午战争之前 就清日甲午战争之前 有很多人啊 但是李鸿章就说 我们要募款来求筹建那个北洋军队 要好好去练就一个战术 怎么样使那个军备更加丰厚 但是很多那些 那些所谓的迂腐的 满清的政权 却不这样设想 他们觉得怎么样 正气 只要有正气 日本就会失败 好像现在讲什么 我要讲读一次啊 鼓励脱钩者注定成为历史罪人 这个中国经济日报说的 中国有足够底气 应对一些美国小政客的脱钩小动作 跟打压举措 现在以前讲正气 现在更糟 只有底气 底气 那底气有什么用呢 一无底呢 所以我跟你讲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所有新闻都是笑话 但是一个非常悲哀的笑话 因为后面有多少人 因为这些笑话而死掉 所以看到现在 大家懂得 所谓的洗礼斗 根本都是虚的 更重要的是说 现在这个情况 你说有什么派系 什么团派 什么江派 什么习派 对我来讲 根本是毫无重要的 根本对我来讲 也不禁不时的 重要的是说 习近平是独揽大权 那很多人可能对他不满 包括李中堂 包括可能有别的人 对他不满 但越对他不满的人 你越会发觉 就是习近平 你好厉害哦 一定要讲真的话 你而且越来越厉害哦 一定要讲真的话 来逢云他拍马就拍屁 因为不拍他马屁 怎么能够扶摇直上呢 而且更重要 西平爱 爱这种废话 所以大家多讲一点 好像很多 我们香港文汇大公啊 还有经济啊 什么日报啊 什么信报 还有明报很喜欢 那色论呢 尤其是很喜欢 那个习近平 爱爱啊 非常好 厉害厉害 这个大家都说他爱的时候 知那就报 知报 就会更快实现 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说要救赎香港 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方式是 加强对于美国这一种 这个 这一种 打压的关照 同时 也要促进 那个中国内部 中国共产党内部 对习近平的用戴 因为 你用戴的他 越棒棒 棒棒哦 厉害哦 你最棒的 你行的 你可以的 你最好 能打仗 打胜仗 那种呢 然后他就真的会打 但是我跟你讲 怕吗 一点都不怕 因为他知道 没牌了 香港之后 你每一牌可以跟 赌show hand一样 你出了第二张 第一张呢 你拿一张 King出来 人家只是一个 Jack OK 但是后面 3 5 6 9 OK 人家呢 King Q Jack 还有10 还有 Ace 都是有 你怎么能够赢人家呢 所以我跟你讲 你第一张牌 打得好 香港牌 打得妙 打得粉碎 把香港打破了 我跟你讲 我们香港人 不会跟你放过你的 你今天 作恶多端 还有你那些 豢养的港共奴才 香港人 香港人 绝对 不会放过你们 那又怎么对待你们 当然需要转型正义 但我跟你讲 这个绝不放过 不是要把他们 杀狂狂 而是要把他们 正法 要把公平正义 放逐私害而皆准 把受冤 而死亡 失踪 被监禁的人 完全让他们 恢复到他应有的名誉 应有的自由 这是我们忠心的盼望 所以 讲多了 但是我们肯定 洗礼 不是真的斗 真正的东西 是在于 中国 共产党 政权 正在加速 不相滅亡 大家 拭目以待